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礼拜六早上都是开始谈那些什么美国的基本精神 这个也是一个好话题 我们从什么地方开始去谈都可以 有的人说基本精神发挥在那个政治啊 有的人说基本精神发挥在那个教育啊 有的人说是什么生活齐居啊什么种种啊 这个当然当然都有啊 就像我们今天美国派很多军人到那个中东 其实这个那个地方或是别的别的地方 你要看他的传统是什么 中东那个地方他是有国教 他是有国家的宗教 美国 美国有没有国家的宗教 教理说 严格来说是没有 但是美国大部分的 很多基本精神是那个基督徒 基督徒是谁基本精神 啊 有的人说 因为 那个 耶稣基督还有还有上帝是 在人家的心目中是有点无形的 有点无形的 他不是像一个一个佛教的拜一个神像在那里 我们去那个寺庙很多那个神像 大家去拜 基督教没有这个 他的圣经说不能 不能拜那个偶像 所以他的偶像 必须放在心目中 所以也有人说 因为这个原因 因为美国的宗教 美国 普遍基督教 没有拜一个偶像在那里 来拜 所以 美国人 很自然的就 崇拜 锹票 也有历史学家这样说 美国人追求的就是锹票 他心目中有个耶稣基督 但是他追求的是锹票 所以 这个可能 也是美国的基本精神之一 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在教堂 常常 我爸爸妈妈带我去教堂 常常我们坐在那里 然后那个牧师在喘道的时候 就是说 我不管 你看起来怎么样 我不管 你穿什么衣服 你想 听到耶稣基督的消息 我欢迎你进来 我欢迎你坐在这里听 啊我就跟我妈妈说 妈 啊为什么要搭西装领带 她说随便穿什么都可以啊 妈妈就给我打嘴巴 所以我从小 这个也是觉得很奇怪啊 而且 而且 听完 演讲以后 我们我们站起来 我妈妈说 你往后面一看 哪一个人没有穿西装 我说 但是她刚刚说的 不管你随便穿 都可以进来听啊 那我妈妈说 大概那些人都会被挡在外面 你穿好再来 所以我 我从小也有这个观念 好像有的时候 他们把它 有一些道理是比较美化 有没有 比较把它美化 到今天 来讲 中东 有那个 阿拉伯教的那个 会教的那个激进分子 啊美国 也有一些宗教的激进分子 对不对 她有宗教的激进分子 她是什么样的激进分子 譬如说 她会认为 很敏感的话题 她会认为 这个女性受孕 就是非常神圣的 不可以碰 所以那些宗教人士都会维护 这种所谓生命权 她甚至于用暴力的手段 去 维护这样 胎儿的生命权 这个是美国 有的时候看到 的这个宗教式 的这个暴力 你打开报纸 可能有看到 OK 但是可能不至于 啊 就说开飞机 转一个大楼 她只不过是把 堕胎中心 给她放火而已 不是把整个大楼烧掉 就是美国现在看到一些激进分子 呃 也有其他方面 因为她拿着圣经 她认为圣经怎么解释是对的 呃 那其他不对 所以很多人解释圣经 认为 通行恋是不对的 是上帝所不允许的 所以也有这种激进分子 但是一般 现在社会上好像对这个要比较宽容 但是也有一些激进分子她会非常的 所以 你就说 嗯 嗯 我 常常跟我太太讲 我太太是 太中县人 嗯 我们以前在 嗯 国宾饭店 很多年前 国宾饭店的一个 观光局的一个酒会 我们在那认识 但是 后来开始交往 我常常跟我太太讲啊 我说你看 在林肯 解放黑怒以后 那个时候 也有一些优秀的黑人 他们去 创办一个什么学校 今天 你去看那个学校在美国南部 那个学校很大 但是不能忘记 他刚 创办的时候 是一个木屋啊 是一个房间 也有那个黑人 很优秀的去 什么研究科学 不是有一个有名的黑人 什么研究 用花生 几百个用途 那个头脑很好的 也有我们的金博士 金博士 那个Martin Luther King 对不对 他是近代的 就是他差不多 Kennedy Kennedy那个时候啊 他也是在倡导 黑人的运动 他说我们不应该排斥黑人 然后他说 我有一个梦 未来 我们黑人 的兄弟 我们黑人的姐妹 跟白人一样 坐在同一个教室 坐在同一个会场 大家心态 都是非常的 你看我我看你非常的平等的感觉 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 我我常常跟我太太讲 他们以前讲的这些话 也要把黑人的地位拉高 啊希望大家社会上 非常的平等 那跟 亚洲人比起来呢 亚洲人 特别是日本人 日本人在美国那个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美国是 很多日本人就把他 命令他搬到那个 收容中心 要搬到那边去 他可能已经是 已经是几代在美国 但是美国认为你是日本籍的 他就给他放到收容中心 其实他 当时的想法是说 你在外面 人家可能会打你 我给你集中在一起管理 其实你比较安全 但是今天 这个美意大家都忘记 今天大家想到 想到的是 你剥夺我的自由 所以就纷纷的 纷纷的因为那个事件 有很多人起诉 所以你剥夺我的自由总统 好 那我们比较起来 那个黑人从 林肯解放黑怒 一百五十多年来到现在 亚洲人 那个时候特别是 日本人 在美国的处境 六十多年来 我跟我太太说 我说我觉得你们 亚洲人反而 进步的比较快 在美国的接受度 受到的接受度 是比较 我说现在写在 现在说 亚洲人怎么样 亚洲人怎么样 在我感觉 就少很多 以前有歧视 对那个亚洲人确实有歧视 但是今天对于那个有辐射的 人家很多人还是带着那个歧视 所以 金博士的那个梦 还没有实现 我感觉还没有实现 然后呢 那个 但是 但是亚洲人的地位在美国是 越来越高的 我们打开报纸 我们可以看到 很多 很多 亚洲人 台湾的 日本的 甚至于辽国的 甚至于越南的这些 所以 因为他移民到美国去 后来他的孩子在美国 就拿到什么 因为 读书很优秀 所以拿到什么奖学金啊 又拿到什么名牌 又是什么发明展 又是什么 什么数学第一名啊 什么 这些我们常常看到 好 所以 在美国的社会就是 他们收到肯定 这样 那 坦白说了 在黑人的社会里面 有一些暗流 有一些暗流 呃我们 我们是看书包杂志 才知道 但是有的黑人 他自己会认为啊 哦 你到学校 你考得很好 你到学校 你参加什么展 你得了第一名啊 哦你做什么 老师颁奖 哦 你想做白人 是不是 他是这样 所以他是 反过来解释 不是认为说 哦你做得很好 哦恭喜你 而反而 反过来说 好像你有一点 违背 我们 黑人 基本民族的精神 这个 这个都很复杂 但是就是说 他们 不是像 亚洲人不一定是 这么的重视那个 所以 美国社会有各个不同 的这个基本 这个成员和 和这个结构 这个 我们要多了解 我记得很多年前 我跟我太太去 洛杉矶啊 我跟我太太去 洛杉矶啊 我太太也是对美国 不 不这么了解 然后我们 我们 要去某一个地方 那那个时候 我们 我们 要去旅行也 也没有多少个预算 所以他就说 啊我们去那个 我们坐公车 有没有 我看 那个公车 我看那个路线 哇都是经过那个 那个黑人区啊 我就说这个 我要不要去 他说有什么关系吗 他完全没有这个idea 啊我们在美国 我们一定会 避开这样一个路线 有没有 所以我们还是去走走看 哇 全部都是黑人在车上 然后他们 他们拿那个 你可能看过他拿 很多人拿了那个很大 那个 等于是 收音机啊 路放音机 好大好大 然后声音放得超大 然后他就坐在公司上 他自己在听啊 你别人也不能不听啊 啊另外人有另外一台的 啊另外一台的 当然那个司机拿他们没办法 因为他不要跟他们争执 我太太看得好奇怪 有没有 所以 这个什么 其实到美国也是 无其不由 无其不由 这个很多 我我们 一般白人 我们不会 去做这样一个 一个公车 我们会 我们会有一点 提心吊胆 对啊 嗯 所以 所以 这个 那谈 谈回来 就是现在 我们现在 有个论述 就是 台湾跟美国的这个关系 基本上 我们的论述是说什么 呃 反正 第二次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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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攻打 台盆地区的这个军事行动 是谁做的 都是美国做的 那既然是美国做的 那 那 日本投降以后 那要占领台湾的是美国的责任 也是他的义务 也是他的责任 啊他有没有做 所以 他派 蒋介石来这里 那很多人 或是 在台湾 最宽的解释 最宽的解释就是 联军派蒋介石来台湾 这是一般人做最宽的一个解释 一般人 很多基本教育派 国民党基本教育派就是 就是 中华民国赢的战争 后来 为了8年抗战 牺牲很多 然后 收复台湾 所以台湾人要非常感激国民党 我 刚来台湾的时候 听这个历史 我有点想举手说 你有没有搞错 什么 你赢的战争 我说 我们美国课本 美国历史课本是说 长期广岛是 促成日本投降 你中国人做了什么 我当初问这个问题 他说你可能不懂历史 但是后来我查证的结果好像 这个比较接近事实啊 我当初我不了解 但是实际上 日本在攻打中国的时候 中国有没有 有没有到日本去 有没有派兵到日本去 没有耶 没有派兵到日本的那个 市导 有没有派军舰 有没有派飞机 没有 完全没有 轰炸日本市导 轰炸台湾 不管是 海上的船 不管是天上的飞机 都是美国所做的 但是 一来到台湾 他就说 太平洋战争是蒋介石赢的 让我收复台湾 我就觉得好奇怪 我去南部 早期 因为我来的时候 大概是 我来的时候是 江介石刚过世 那个秋天 我记得是1975 我来的时候 有时候有机会去南部 南部有一次我去屏東 是哪里 当地人他们就说 我给你看 我带你去看 这个我带我去看 那个地上有很大很大的坑 他说你知道这个怎么来的吗 他说是你 你美国轰炸我们屏東 我就往后站几步 我说那 我是不是应该说对不起啊 他说 还有好多个我带你去看 再觉得 哇哟 我们对你什么 他说 你还有一个教堂 你也炸掉耶 我说那真的是不好意思 他带我去看 但是后来我回台北 我在想耶 美国炸那个台湾的 我后来也认识台南人 那个台南人说 其实他 他讲的有点幽默 他说美国很很很幽默 那个 美国很很规矩 他下午几点钟轰炸 所以我们早上上课 上到差不多两点多 他说等一下美国要轰炸 你先回去了 他会轰炸那个北区或什么 没关系你先回去 我不知道是26还是135还是怎么样 但是他说很有规矩 不过有时候他们同学还是被架死 所以 我听到这个 我就觉得说 不过这个很严重 但是后来我在想 哎 既然是美国攻打 那难道台湾 的这个地位 台湾的法理上的地位 跟美国没有关系吗 啊其实后来你研究 既然是美国把这个地方打下来 然后是美国把蒋介石送过来这里 所以 不是联军 派蒋介石来 不是 是美国派的 美国才有全力去派 而且那个当时的那些文件 什么日本投赏书啊 一般命令第一号 1945年9月2号 那个都是美国你的 那个都是美国国防部批准的 美国总统批准的 后来才发布的 所以在台平洋战区 还是美国做主啊 所以 原来台湾的地位 跟美国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台湾应该是美国占领的 OK 所以 你要处理台湾的地位 你要回到原点 你要把这个整个结构弄清楚 你没有弄清楚 你没有弄清楚 你没有办法做一个合理的结构 然后 就一直 一直把它做起来 就像说 你要盖个大楼 你地基都是杀死 这个不稳 随时会跨下来 所以台湾就是这样 就像阿扁 走了八年 他以为他建立一些什么样的 基础 但是也没有啊 一旦 马英九又 上台 他把阿扁做了很多东西 就马上就退翻掉了 那这样就没效果 所以你地基不稳 民进党想炸干做一些东西 他的地基不稳 我们 谈到这里就是谈到选举 美国的 美国的一些基本精神 我们谈选举的时候 美国报纸上都会有民间团体去统计 这些国会议员 他说了什么 他做了什么 OK 你关心什么问题 你关心环保问题 好 最近这个会期 讨论到多少个环保问题 你投票的时候 好 这个 委员的名单 好 这里都有写 环保问题 他投 赞成多少次 反对多少次 就跟你统计出来 你 谈 妇女问题 好 这里 有他们的投票记录 好 残障问题 好 国防问题 好 这个什么 阿富汗 侧尊问题 什么问题 就给你统计 我们看那个 你关心什么问题 你看什么头 台湾不是 我 我记得前几次的选举 我们有个消息是 郭泰人 拉保险的 他就过来说 哇 你知道早上是怎么样吗 哇 那个 那个什么什么 一个立法委员 以前的立法委员 又想再回去 一个什么姓丁 他说 到我们社区 跟我们握手 我在想跟你握手又怎么样 他说他亲自跟我们握手 我们很多人要投他的 你看 这种不是用智慧的 但是整个台湾是这样的风气 有没有 到哪里去拜票 天天就在那里拜票 跟这个人握手 跟那个人握手 那个人代表什么吗 我记得 以前 那些 我们 住在台北内湖 那些委员在 邮件的时候 哇 谁都可以过去跟他握手 等到他 当选以后 你有什么事 你去找他 比登喜马拉雅山还难 都找不到 而且有什么事情 好好好 我们看看 我们看看 白在那里 常常是这样 要不然他跟你讲很多 或是他助理讲很多 但是实际上没有结果 那道理还不是一样 所以 这些统计数字在哪里 哪一个团体 报纸上有登一些统计数字 什么委员 投什么票 什么委员 没有啊 我没有看到 所以 台湾整个这个 选举的东西 也是 我觉得说 跟美国那种 还差一大截 I mean 我还没有谈 我还没有谈到 什么其他的问题 1999年 就是 那个 那个时候有地震 阿兵才刚开始跑 要竞选 对不对 后来有地震 他们选举停一段时间 他们选举活动 停一段时间 那个时候 我太太就 因为她常常 她常常处理 一些农委会的 一些案子 或什么 她就问到什么 官田农会的里面 什么官员 她就说 我们想去官田玩 可不可以 她说 好来 我们就去官田 然后去她家 她就说 我们想去阿扁的家看看 那个人说 好啊 我们都去了 所以她也带我们过去 那我们台北来的三五个人 她的邻居又过来 大家聊聊天 他们在讲说 想一次你多少 她说我600 想一次你多少 我拿700 想一次你多少 怎么样 我问我她说 他们在讲什么 她就说 想一次 他们那里就 这里有买票吗 他们拿多少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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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马上跟他们宣布 我是美国人 在我面前 不要谈这个话题 所以我太太跟他们讲的时候 他们觉得好像 好像不是访客 应该讲的话 有没有 就说你 有常常说 入境随属 没有 没有说入境当属 把那个属都挡掉 但是我说 我美国人你在我面前 谈什么 买票 这个有没有水准 但是你看那边 对他们来说 是一个公开的话题 他们就不 但美国人认为 那是非常低贱的事情 我绝不 我怎么可能接受人家 跟我谈那些 我 我不会做 不 不 这个就是整个 政治文化也 也非常有趣 当然 他可以用其他的方法 他不一定要 要直接给钱 他可以到你这个里 他可以说 哇 我们这里 这么大的一个水沟 我们要盖一个桥 不过 如果我们这个党 没有当选 那我就没办法盖啊 所以你本地的里面看看 要不要这样 美国我没有听说 会做这样的事情 政府是政府 政党是政党 这是不一样的嘛 盖这个桥是一个 一个社会的工序问题 就是说我有评估 我要不要盖 我有预算 我有需求 一定这么多年这样下来 不是因为某一个政党上来 才有跟没有 那以前 我太太 因为她是台中人 所以台中 那一代也认识 一些政治人物 我们去跟他们聊天 以前有一个 他就说 他们在当兵的时候 他说他们以前在当兵的时候 他说 他的那个什么连长 或是他们的长官就说 好 现在你回去 现在要选举 如果你那一区国民党赢 你多放一天假 如果你那一区 那个党外赢 你就当天晚上回来 还做这样的事 你看 所以 这个整个 你 军队跟政党是要分开的 要超人的 所以就像现在 以前阿边也是民进党主席 而现在 马英九也是国民党主席 这样在一个民主社会 应该是不允许的 你为人民要 要抹走福利 或是你要照顾人民 你又再考虑到日本党的利益 这是互相 互相冲突的 所以将来 台湾如果有什么新宪法 这个是绝对不可以 绝对不可以 而且 不仅如此 但是 后面还更严重 美国的官员 可以 跟他收管的企业 譬如说 美国税捐处的一个官员 那他当然 收很多税 那很多企业 他可以跟那些人去打高尔夫吗 绝对不可以 如果你被拍到 你管的人 那一定是 私下在谈什么 你大概被开除 或是记了多少个大过 不可以 你不能私下跟他在谈 谈事情 你是跟他有这个 政府对人民的关系 你的关系停止在这里 所以 在台湾呢 哪一个政府部门 没有直接 像林博士是学西药的吗 他以前带我到那个 什么西药 什么工会 年会 所有那个西药商 医生 那些在那里 政府官员也都来了 那是那个 卫生署在管这些人的 参加他的年会 我们看了 觉得好奇怪 这些人怎么回来这里呢 让我每个人上台 哦 非常感激我们的长官 那是他的job 那是他的工作 你不需要感激他什么 他的工作嘛 他该做的他做 所以 这个整个想法也是 不是美国的基本精神 美国的基本精神 要分清楚耶 要分清楚 这个人跟我的关系是什么 对不对 就像 好不好 反正 我们把 真的话拿出来 嗯 我们还是要习惯美国的那种想法 如果不喜欢呢 我们看什么说明 那说明让对方了解 不是有那个故事吗 一些外国人他去参观 他去参观那个王永靖 台数大楼 多年前 他去参观那个大楼 然后他们要跟 那个台数谈什么 结果很大的会议厅 很大的会议厅 他们进入那个会议厅 坐在那里 然后 王永静的爸爸的照片就是 就像这么大一个会议厅 王永静的爸爸的照片 就在前面 啊 王董事长进来了 啊 其他的部署也进来了 大家开始 交换名片啊 谈一谈 啊那个外国人就说 真了不起啊 你爸爸可以创办 这么大一个事业 让你接下来的 你有做得这么好啊 啊那个王永静说 对不起 我爸爸跟这个事业无关 是我自己一个人做的 啊那个外国人觉得很奇怪 那为什么你爸爸的照片在这里 就是 就是台数大楼 你爸爸的照片在回厅耶 他说 王永静说 我只是想 如果没有我爸爸 那也没有我 啊有一个外国人私下跟他的 旁边的人说 那没有他的祖父也没有他爸爸 对不对 那你要讲什么 你要讲到哪里去啊 你生命一直回去啊 啊没有你曾祖父也没有你祖父也没有你爸爸 所以 这个就觉得很奇怪 但是基本上就是说 那是你私人的关系 那不是你公司的关系 OK 所以这样会造成误解 啊这个误解 会不会很严重 会不会造成问题吗 那长荣以前就有 长荣以前 有一个董事长 的妈妈过世 结果那个时候 我在台湾三五年 那边有个英文秘书 我曾经碰过 啊他的 中文还不是最好的 啊他就告诉那个长荣 的那个什么董事长 他就说那你这个 副文啊 已经犯好了 但是我看你还是给何先生教对好了 所以他把那个英文的那个副文拿给我看 啊我看完以后啊 我就跟他说 翻译得很好 但是我劝你不要记 啊他说 他的主任秘书说 为什么不要记 说你要记给所有的 客户 但是董事长的妈妈跟这些客户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 所以 外国人马上想到 你既然记这个副文 他的妈妈去世 妈妈一定跟公司有很大的关系 甚至于他是主要股东 所以接下来不是公司垮了就是改组 他马上会联想到这个东西 所以如果他妈妈跟这个公司没有关系 我劝你不要记 因为这个外国的客户跟你的关系 是生意上的关系 不是私人关系 所以他说好 那你讲的我会回去报告 那后来怎么处理我不知道 但是 你要想到这点 事情 一般西方人就像基本的美国的那个精神就是 公私分明 公私分明 而且这样做的做法是比较客观 而且不要有那个 私人的那个因素 在拖累这个其他的部分 所以 你知道 台湾常常说 他是 孙中山所推动的这个 五院 五院 除了 美国的 美国的这个 基本的 这个结构 其实不是美国的结构 但是很多 国家用的结构 立法 司法 行政 除了这个以外 孙中山还叫一个考试院 和 那个 监裁院 其实考试院 那可以直接并入行政 那不需要一个独立的单位站出来 那监裁院在 在别的国家是在那个 立法单位里面 那台湾的监裁院呢 因为 我们以前我参加 最早的时候 最早时候 我 我被 我被一个立委 有一点说刷了一杠 最早时候是 民国 84年 84年的时候 就 有个立委的办公室 他们 打给我说 我们现在 开一些公听会 都在谈外籍配偶的问题 你来听好不好 因为 我以前在 民生报 还有联合报 我写专栏 所以 我的名字 那个时候 有三大报 很多人知道 我在写专栏 所以很多人 会跟我联络 各种 话题 他说我们谈外籍配偶 所以 你 你来听 因为你是 跟 台湾人结婚的嘛 所以 第一次 我 我没有时间 我有别的 别的 那个事情 后来第二次 我去 他每个月开始 那个时候很密集的 我去立法院 哇 那个 我们是 第一会议 听完 爆门 我看 五六百个人在那里 然后 是 国民党 潘 潘 尾刚 他 妇女团体嘛 他就举办了 啊 我们在那里 然后 他们在讨论各种议题啊 外籍配偶 收到的工作权 收到限制 居留权 收到限制 签证 收到限制 很多问题 怎么处理 大家在在谈 这个这个 开会 开会差不多半个小时 40分钟 那个 盘委员就站起来 他就说 我有事情 必须先走 接下来 那个 何瑞恩来主持 好 再见 啊我坐在那里 是什么 啊每个人在看我 然后等一下把麦克风给我 我就走到前面 我就必须继续指持 啊 然后就变成那个 外籍配偶团体 都在跟我说 那怎么办 怎么办 所有的 他就把所有的任务丢给我 所以接下来他的 他的部署也都是说 那我们什么时候开会啊 我们什么时候推什么议题 我们这个文书怎么处理 他都是落到我身上 所以我开始做那个时候 呃 我们 也马上感觉到 这个台湾政府 他处理事情 跟美国的一些基本的那个出发点 也是 也是完全不一样 你看 你看在美国的话 你那个外籍配偶入境 他 我们所听到的 每一个 两三年都已经拿到永久居留权 那个时候 八十 八十四年的时候 1995 台湾没有永久居留权 美国的那个 外籍配偶就变成 也有自由的工作权 台湾 没有听说什么叫自由工作权 就是限制在限制在限制 那我们跟那个单位相当委会说 我的配偶是本地人 我赚钱是要养他 你限制我这样子 到底在哪里 他说 哦 立法委员通过的我也没办法 立法委员都是那个黑箱作业 他们不讨论 后来你进入立法院 你 你根本就是 你 你跑那些委员的办公室 他我跑过了 我以前为那个 新党的那个 那个封定国 在跑法案的时候 你到有的委员办公室 他说 封委员麻烦你签名 这个 说哪一个委员 封委员封定国 封定国免贪 他就跟他 不好 他就跟他不好 所以不管封委员提什么案子 他就是不要啊 对不对 有的时候 封委员跟我讲 哦 现在你YG配偶有什么案子在这里 王金平指定要有这个什么 什么人 羅浮柱 羅浮柱要签 王金平指定 羅浮柱要签这个案子 因为他是代表什么 武党籍的什么团体 一定要他们同意才可以 我还要跑羅浮柱的办公室 里面坐了一堆人 我的天 你发觉那种心态 那种心态 就不是一个比较 很多是那种 非常非常难 非常难 打开的 因为里面的什么生态 或是那个委员会 到底谁在跟谁调教 我们不是很清楚啊 他们自己知道啊 啊我们就是做一个小洛洛来帮忙 做一点跑腿而已 因为我们自己有案子在那里啊 我们必须提供服务来交换条件啊 对不对 所以你进入这样一个 一个政治形态 你也看到 很多 很多奇奇怪怪的 还有那些 委员在讨论事情的时候 有的时候 不是很得体 所以我们林博士 他也讲了 将来台湾的那些 什么议员 议会的议员 将来也 也都要另外要受训 他们另外要受训 然后要有一些课程 就是告诉他们 议事规则是什么 法律本身的结构是什么 人家运用法律 达到什么目标 啊法律冲突的时候 是怎么样 要不然这些人 都没有这个idea 你看像那个什么 雨天 雨天 雨天懂法律吗 拜托 他是唱歌的 他不懂的 对不对 这些人在那里做立委 有的时候 他们连法律是什么都 搞不太清楚耶 他们搞不太清楚耶 也就是换一句话说 他什么时候到某一个团体 然后用法律跟那个团体 争论有没有 一般不是这样做 在台湾都是 情理法有没有 那美国基本精神是什么 法理情 我法律站得住 再其他的再谈得下去 法律站不住 那不要谈 所以你知道 在美国 我看过一些书 亚洲很奇怪 亚洲这个东南亚这些国家 中国是大的 但是其他的影响 其他中国文化影响其他的 越南 廖国 日本 这些受中国的影响 所以中国一直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 大的跟小的 有冲突的时候 大的要让 好像一直有这个观念 美国没有这个观念 美国谈的是平等 美国谈的是平等 OK 所以平等 还有美国谈的是 一个顺序 美国谈的是一个顺序 像开车有个顺序 譬如说 直走是先行 转弯是后行 美国谈的是这个秩序 这个在亚洲不是 所以亚洲会觉得 大的碰到小的 大的错 台湾有这个观念吗 有啊 常常看到啊 一个人 单行到 逆向行驶 摩托车 被卡车撞上了 摩托车的家属觉得 你要赔偿 在美国的法律 可能是你要赔偿那个卡车驾驶 你想行驶 不可以 没有任何理由的 你自己的后果 你自己负责 所以这个就是像 美国或是欧洲的那个登山的路线也是一样哦 所以你看台湾 我连我太太都在抱怨 哦 随便什么人去爬山 迷了路 然后用 台湾的军队 一百个人 一个礼拜的时间再把它交出来 啊 有给他账单吗 也没有 啊 国家为什么要负担这个费用 为什么 因为这个人决定爬什么难的路线吗 在欧美 他可能 在那边有个线 他在 登山路上他有一个线 你超过这个地方是我们不救的 这个是自己负责哦 这个自己负责在这里哦 我们不救的 常常看到啊 所以你看欧洲 很多那个奥P13 高山什么的 他很清楚 你超过这里 自己 自己负责 那如果你不看那个路标 那对不起 没有办法 所以 你从这个精神里 你看到基本他是法理情 哦 我的朋友受难 困在那里 拜托你 No 不去 我已经写清楚一个牌子 你该怎么做 所以我相信 我们将来 要跟得上 这样的做法 也必须 要有很多教育 我们必须要很多教育 甚至于警察局都要做这样的教育 不要逆向行使哦 没有任何借口 没有任何借口 你想行使自己 创获还要赔偿别人 不是别人赔偿你 这个问题 这个是叫做一个 成熟的一个法治社会 所以美国有谈到这个 有的人听起来就是完全无情啊 有的人听起来就形容为无情 好 多少年前 我因为我在联合报 明圣报 我出的那些 老外在台湾的那些杂文 后来那个联合报 就常常有那个文学年会嘛 啊我就去嘛 因为那个副刊主任会请我去嘛 我就去 结果我认识 他就给我介绍 有一个西班牙回来的小姐 叫做三毛 他就给我介绍 啊我就开始跟三毛做朋友 然后他说 那你这些文章 应该拿给出版车 我说我不知道拿给谁 没关系 我帮你拿给崇瑶看看 所以他把我的文章拿给崇瑶 崇瑶先生叫平庆涛 他是皇冠出版社的老板 所以他拿给他 不到一个礼拜 平先生打来 好我们准备出书了 你可以过来签约 好 然后有出这些书 然后后来 我有些书 我报纸上有那些 当然 我有电影公司 也打来要我演那个 他说你要演这个 他说另外 像那个时候我有个电影的约 他说 你一定要来演 他说我里面 大人物都有 他给我写名字 哇 都是我想认识的 所以我去 哇 站在那里 哇那个 他拍摄的那个外景 哦那个地方很偏僻 然后都是 大一个很大的一个 一个什么乡下别墅 然后这边都是泥巴的 这边都是泥巴的 好厚 在这里要拍戏 哦脏兮兮的 那边来了那种 吉普车 等一下 来了一个吉普车 他说来了 来了 你看等一下 哇下车 成龙 哦好棒 啊我们就过去跟他聊天 聊了好久 才叫我们来开始拍戏 诶 等一下我们进去 那边再吃便当 啊成龙说 我给你介绍 这个小姐叫林青霞 啊我就跟他点头 我说诶 那要不要学英文 他说好 我说那你电话给我 他就给我电话 啊后来我们就 我就有时候到他家 教他英文 我给他看我出的那个书 结果皇冠出版社 他的牌子 第一篇 我有一本书他牌第一篇 我一篇文章教授 那篇文章教授 我的房东是爸爸 那是我第一篇 我的房东是爸爸 那是第一篇 那篇的什么意思 那个就是 又是美国的基本精神 你大学毕业了 你不再读书了 你住在家里 付房租 啊林小姐看完那篇 她就说 哦你爸爸妈妈一定很不喜欢你啊 我说 不是这样子吧 不是这样子吧 这个就是一个基本的 就是说 你也要维持生计嘛 啊你现在 本来是爸爸妈妈在养你嘛 啊你到现在 你已经出来 你不再读书了 那他的责任到了 你不读书 你要工作啊 你工作你不能赖父母啊 你当然要 要多少 所以爸爸妈妈就跟你谈 你就在这里 你一个 一天要吃几餐 对不对 你要不要我们洗衣服 你要不要我们洗被单 对不对 那你这些都要了 好 一个礼拜多少 好 就说这是基本的 结果那个时候 那篇文章啊 在我看起来是 一个基本的美国想法 那个时候 那本书出来 分成69年嘛 69年 1980啊 好 那个时候 那样子论调 是不太受欢迎 今天 这篇文章 很多人翻那个教书 很多人看的 拍桌子说 好 很多人说 那个菜是好 那个时候 1980年 30多年前 你知道 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宅男 没有什么宅女 有没有 赖在家里 不去工作 整天打电动 不帮忙家事 没有这样的 很多家长甚至跟我讲 如果我早一点看你这篇文章 我就把那个 无赖的儿子把你踢出去 就不会在这里 赖在这里 所以 给大家一个观念 有时候我们讲的东西 你一听之下 觉得不太好 但是 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问题在这儿 我那篇文章就是一个 像我 我曾经在那个邮局 我碰到一个小姐 她说 你不某某 我说对 她说我国中就在看你的书 我说 那你 能问你几岁 她说差不多 16岁 我算一算 差不多对了 她在看我书 她说 其实你讲很多那个 美国观念 有时候我会 我会翻一翻去复习一下 欸我发觉 有的真的要做个参考 欸 所以 社会 不断的改变 新的问题 跑出来 我们 不能一直 烂用一些情 来处理事情 有没有 当然最好是适当的去做些事情 但是 你这个 怎么分清楚 对不对 怎么分清楚 我该做到什么程度 而且我什么时候 该说No 对不对 你今天翻开一些美国的书 美国的书 有的作家 他在谈人生的道理 他就讲了一句话 他就说 对我最有用的一句话 就是No 那你看 你不是在台湾 台湾有这些 客套话 客套话 喔 好了 我 这个 让我 让我回去评估一下 我怎么样怎么样 后来没有下文 有没有 作为外国人 我还在想 王先生答应我要评估一下 所以我还在等 其实 已经没有了 所以我记得 很多年前 我跟我太太 后来 有一次我们跟什么团体去什么 河湾山 结果晚上在那个山上很冷 他才在看电视 结果台湾跟日本之间那是有什么增值 结果 那个日本官员 他们就播出嘛 他说 那台湾提供的这个资料 我们会参考看看 然后 再 再做我们的 一个评估嘛 后来 在场很多人说 喔那 那这样好 反正我们拿出来的东西 他先看看再给我们一个结论 我太太说 没有 那是日本的客套话 因为我太太留日嘛 留日十几年嘛 她说那个日本的客套话 没有任何意义 你永远没有 接下来没有任何答应嘛 他们说 不会吧 不会吧 她已经答应 会给我们再一个消息吧 所以你看 有的人说 客套话是一种艺术 反而 对我们美国人的直言 他会批评 喔你这样子 连林语堂 你这样 没有文化 没有水准 你这种直言的 没有那个讲话的艺术 我们有这个 有进有退 很漂亮 啊 但是这个 这个林语堂的这些话 还是很多人批评美国的 这个话 跨越到下一个文化的时候 你发觉问题就来了 因为别人的客套话 你听不懂耶 所以还是直言比较好 在美国人想起来 要说的 要说的 就说清楚 我要去 我不要去 最好是可以慢慢的 改变自己的一些模糊 模拟两可的那个方式 把它讲清楚 像柏洋在那个 什么球肉的中国人 他也有一段那样子 他也有一段这样 他好像跟一个外国朋友 在台北 然后他在开会的时候 然后 人家有跟他说 你下午到我家去喝茶 他说好我会去 然后等一下 人家说 晚上我开个会 你可以来吗 我一定会去 然后等一下人家说 我小椅子今天下午 有个小 因为他的生日 什么那些 你能 你能赶到我们大礼节那边 我应该可以赶得过去啊 五六个事情都这样子 那个外国朋友陪在旁边 等一下他说 我想 离开这里 我想去国边吃饭 然后我就回家了 那个外国人说 你刚刚排七八个事情啊 怎么这样呢 那些我都不去啊 我已经跟他们说不去了 你跟他说不去了 你每一个说要去啊 那一个不是啊 你听不懂啊 我们中国人讲话 你听不懂 你洋人不同啊 就这样的事情 哇把每个洋人搞得 在樽头 云头转向啊 真的是 慢慢我觉得这个习惯慢慢要改 所以 我们要谈这个 我们 前面一个小时先谈到这里 休息十分钟再继续吧 谢谢 起立 一静 这一整 越来 去 庄院三文静 今天 一极